六只手臂,一边开车一边化妆,随着闹钟叮铃铃的响起,妈妈真的一声起床了,而丈夫和儿子还在床上赖着,妈妈活动了筋骨,准备面对一天繁杂的生活。 她先穿上围裙,为一家人准备早餐,虽然只是早餐,但妈妈却毫不含糊,瞬间长出了六只手臂,做出了一顿简单又营养均衡的早餐。 到了七点半,丈夫和儿子该起床了,妈妈将他们提到了餐桌前,甚至将饭喂到了他们嘴里,还提供帮忙咀嚼的服务,接着帮两人换上出门的衣服。 在帮他们收拾完之后,妈妈快速的为自己换上了正装,开车送小孩去上学。 在车上,妈妈又长出了六只手臂,一边开车一边化妆,同时还要照顾儿子,送完儿子之后,他马上赶往了公司。 好在没有迟到,可仅仅是一早上的时间,妈妈就累得够呛。 而他还有一个令人厌恶的领导,领导每天心情不好,就对着员工大骂。 为了那一份养家糊口的工资,妈妈只能言听计从,不只是要完成工作,还要帮领导处理文件,端茶倒水。 虽然看着是体面的白领工作,但每天在办公社里就像是打仗一样。 为了能完成工作,妈妈不得不再次长出流追手臂,拼命地赶光后,妈妈终于下班了。 但他没有立马回家休息,而是来到了下个战场。 超市的大促销开始了,他必须在一堆的大妈中抢到实惠的日用品和蔬菜。 回到家时,天已经黑了,虽然拖着疲惫的身体,但想着家里的一大一小,心仪也是直的。 可在开门之后,妈妈有些后悔,家里一片狼藉。 经过熊孩子的手,家里住像个垃圾场。 但妈妈没有时间抱怨,只能换上自己的战袍,使用六只手臂将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。 就在这个时候,丈夫醉醺醺地回家了。 她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肆无忌惮地脱衣服,将自己的衣服乱甩,甚至把臭袜子甩到了妈妈的脸上。 妈妈有些生气了,但还是不作声地收拾着衣服,但她被儿子甩出的玩具车半倒。 看着倒在地上的她,儿子和丈夫没有一点在乎,妈妈无奈地接受着这一切,直到走进厕所。 马桶上的尿液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妈妈彻底黑话变成了怪物,直接冲向了丈夫和儿子,他们拼命地躲了起来。 但变成怪兽的妈妈,力大无穷,还能穿墙,他们根本不是妈妈的对手。 妈妈就像是蜘蛛一样,成功地抓到了丈夫,看着自己在劫难逃。 丈夫使出了装可爱的本领,但一点用处都没有。 在这个过程中,被丢在地上的丈夫头上沾了一颗苹果糊,她顺手拿起扔在了垃圾桶里。 妈妈看到后,瞬间平静了下来。 丈夫这才发现,原来将垃圾放进垃圾桶,会平息她的怒火。 于是他们开始收拾家里的垃圾,妈妈的手臂逐渐被粉碎,直到他们将家里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净。 温柔的妈妈又回来了,她心满意足地笑着,转身就为丈夫和儿子准备晚餐。 但在打开冰箱后,她看到了不断溢出的垃圾,而丈夫和儿子又变回了以往的模样。 这一次,妈妈再也不想忍受了,直接一拳将丈夫和儿子打飞。 这是一部可爱的动画短片,虽然短片采用了夸张的手法,渲染了丈夫和儿子的破坏能力。 但在现实生活中,妈妈确实就像超人一样,摆平家人制造的问题,并事无巨细地照顾家人的生活。 也许是因为被照顾得太好,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妈妈的无私付出。 很多时候,丈夫或小孩的一个改变都能让妈妈感动。 作为一直被照顾的人来说,不仅要体会到妈妈的辛苦,还要将妈妈的付出化成爱回馈于她。 相信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的感恩举动,对于妈妈来说,都是值得铭记的时刻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